要不是你整天 这副冷冰冰的样子 他能这样啊 你要是听我的话 接风那天就和杰白 把关系定下来 我告诉你 他现在都主动找上门来帮你 我何至于还被别人划电话 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杰白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 跟我有关系的人 他只能是软板权 他已经辞职了 我们接受了你的要求 我希望你可以尊重我们 不要再把你个人的意愿 强架给别人了好不好 他辞职了又怎么样 我也没答应你可以娶他呀 佟卓阳 我今天就把话跟你说清楚 能进我佟家大门的人 只能是叶杰白 你知不知道 他夏令决心辞职有多难 你这么出尔反而耍人 有意思吗 你少在这儿跟我吼 你给我睁大眼睛 好好等着看 佟家落难的时候 能帮上你的人究竟是谁 走 走 走 喂 阿姨 今晚啊 阿姨并了一家餐厅 卓瑶忙得走不开 你陪我去吃个饭吧 阿姨 不好意思 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要不改天 我请您 你哪里不舒服了 阿姨过去看您 不用 不用 我自己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你在家里等我 我现在就过去 真的 花手朗给鸡拜您 安不了什么好戏 咱们 还真能还你 还要不过 有什么好戏 那你十分之后 他只能是阮版权 他已经辞职了 到底是谁出尔反尔信的别人 你的文献讲 谢谢啊 小张 去公司 这批刚才的检测报告 跟冯博文那批 有问题的刚才检测报告 完全一致 不出意外的话 就应该是冯博文了 没有意外 这个事情先不要声张 我要很明确的证据 接吧 喂 童童 夫人来了 我现在不想跟他吵 帮我拦着他 夫人 您来了 找童总是吧 童总没在 跟客户开会去了 我估计 今天都回不来了 他约在哪里 夫人 夫人 童总现在应该正在开会 跟人家商堂合作的事呢 挺紧张的 要不您看待会儿再给他打 或者等他完事 我让他回给您 让他回家找我 夫人 您慢走啊 走 走 走 去吧 回来正好 来了 你够可以啊 阮蛮军 你这就在我儿子家登堂入室 不是的 是 主要最近太忙了我不来 你不是应该也很忙吗 要工作还要瞒着 不让人知道 你以为你撒撒谎 骗得了我儿子就万事大吉了 我告诉你 你骗不了我 我 我没有骗他 是他太忙了 我还没有时间跟他解释呢 你解释得清楚吗 你弄得卓谣天天跟我吵架 连安排好的亲事他都不答应了 你还在这里做什么犯 我告诉你 你这在干嘛呀吗 你这在我办公室闹还不算多吧 还跑到我家来摔东西 你别跟阿姨吵 我 我们两个在一起有什么错误 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要找他的麻烦呢 他现在为了你把工作都已经死掉了 你还要怎么样呢 这让我满意 好 我让你看看 我让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就是今天 我亲眼看着他 从公司走出来 这还要说他已经辞职了吗 周恩 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了 这还不顾清楚吗 让你去走你没听见啊 我爱你 出去 恨不得你把我心都拿去 我恨你 等爱的太阳里我落进去 湿了 湿了 让我发了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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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要等你 你出现我才能呼吸 想见你 时间盘我无耻 都是everything you want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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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义 oh yeah 太爱你 恨不得你把我心都拿去 我恨你 那爱的太用力 被我辱进去 让我发了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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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了疯 让我发了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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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们 你 你 就快要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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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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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你真的做不到 你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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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总 怎么样 查好了吗 我查到了 是杨经理在合同上动了手脚 他瞒着您把字签了 他以为这批刚才很快就能转手出去 没想到闹这么大动 他一定不知道自己被冯夫人当了棋子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发个公告 让有关部门详细调查 先不用 这一次我要确凿的证据 我不能再给冯门这个败来任何的机会 懂吗 还对 您让我查的那个戴静杰也查到了 她是今年爱莫里大学毕业 回国以后正巧就赶上了景格面试 然后就进了景格 她本人没有任何疑点 跟钟立涛之间也没有任何交集 我得直接告诉我不止这么简单 先从查封博恩开始 先从查封博恩开始 出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会耽误公期 但是我一定会尽快解决 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我肯定是相信你 但是身后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 其他公司趁机也是一再接触 我也是为难 能为你争取的只有一周的时间 你要尽快 一周够了 来 好 坐我回家的 好 带景杰跟钟立涛 好 跟着 好 是 好 我 好 好 好 来 所以我现在的计划 就是趁着同事一团糟的时候 让伯亚和金河联手 抢占同事的市场 切断她的后路 不计划 但您必须要让林书 向夏女交代一下 这样我好操作 不错 真的会暴露你身上 不会的 真的不会的 我跟冯波文那边只是单线联系 而且我还告诉她 我想多要几个百分点 让她以为我是一个想要钱的人 再跟她合作 她不会往其他方面想 放心 还算粗辱 这个时候能留在钟家 说明他们的关系不一般啊 我们可以走了 我们可以走了 对不起啊 彤彤 是我没查清楚 我没找到跟戴静杰有关系的人 只能从工作上出发 没想到她跟钟老关系这么亲密 我让你查戴静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牵扯她漫军的 你忘了告诉我的 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 戴静杰跟阮小姐的关系 确实挺亲密的 阮小姐 阮小姐市场部的工作就是戴静杰帮着争取的 彤总 要不要把戴静杰跟钟立涛的关系告诉阮小姐 处理好你自己的事情 再去帮我查一下冯博文和戴静杰 他们有没有接触 还有冯博文那批刚才的事情 我找 可以走了 冯博文 冯博 他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你确定他是八六年的 我查了好几份学习资料 都是一致的 他应该不是你要找个人 不过他跟阮小姐都是渔村的 到底是巧合还是缘分 这还是故意的 就说不清楚了 没事了 喂 姐姐 我已经跟客户约好了 现在去签合同 好 我们以后给你吵架了 我约好去签合同 你现在都不想见我们了 你口中那个脚受伤了不能走路 不能签合同的人 他昨天晚上在给别人当司机呢 你能不能不要同情心犯乱了 我亲眼看见 他脚上打着石膏坐在轮椅上 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知道你心里生气 我也答应你了 我说我签完合同 我就会离开金河的 所以说你宁可信他也不信我 是吗 是你不相信我 是你不相信我 你应该知道我做了多大的努力 我才决定 我要决定辞职 可是你呢 你怕我留在金河碍事吗 还是说你真的怕我 做什么事情来背叛你 你不需要辞职吗 你不需要辞职吗 我们两个分手吧 你知道自己慧难受干嘛又跟人提分手吗 这是我知道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 我让他去辞的工作 他会不舍的 他会觉得很不甘心 这些我都懂 这是我不想特别利用 你不觉得 如果连最起码的安全感都不能给他 有何必要在一起呢 那他知道吗 他知道你这么做为了什么吗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想过他得多内疚多难受吗 你还说给他安全感 你就这么轻易跟他说分手 他在你这儿完全感受不到安全 我觉得你应该 跟他好好说清楚 行了 别说句话 你 给我喝酒吧 是你不相信我吗 你应该知道我下了多大的决心 才决定要辞职的 可是你吗 你不需要辞职 你不需要辞职 我们两个非充 我告诉你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 我都不允许你跟我分开 小先生 小先生 谢谢你 谢谢你 学生 你的主意真是绝了 我低价出货 那些跟同事签了合同 停工等着的 就都找到不样了 倒是你那边 抓点紧啊 这样吧 你再多分我十个点 然后你要多少 给你多少 好啊 没问题 有钱大家一起赚了 但你要尽快 我随意 一姐 你开心的 赚了 走 acerca 那边 你还有一个 他放下 别担心的 事成之后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谢谢 他们之间联系有一段时间了 估计金河也脱不了干系 好大一番起源 他们故意做了假的公司资料 混到文件里面 让曼君带回家 就是故意让我看的 所以当时杨卉招我签字的时候 才会忽略点 我相信这个事情 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一定是被利用的 你相信他 那你怎么解释 他直到现在还没有离开金河 我不解释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他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佟卓遥 你以为你这么一说我就会信吗 那你告诉我 冯博文为什么要这么做 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因为软曼君这个祸水 你到现在还要告诉我 他只是被利用吗 我既然在我爸下葬那一天 我已经发过誓了 我一定会保住同事 我说到做到 我希望你不要再为难任何 对帮他 他也不知道 他就好 我希望你不得了 因为你也没有离开金河 他也没有离开金河 您带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把千年和我们的 都还上 凭什么 你 凭什么 那我这么多年 说得委屈谁来还啊 凭什么他们妇女 看上了我的老公 我就要委屈自己让给他们 你放心 我一定会守住我们的同事 杰白啊 你上次一说你身体不舒服 我就特别担心 但是你也知道 刚巧公司又出事 我和卓瑶都走不开 所以 今天一有时间 我就赶紧过来先看看你 等过几天公司不忙了 我让卓瑶来陪你 真的没事的 阿姨 到时候我不好了 公司这么忙 还让您亲自跑一趟 就是啊 要是你能早点嫁过来 我就不用这么两头跑了 对不对 所以 我还得找你爸爸好好问问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不是担心 我们佟家亏待他宝贝女儿啊 不是的 阿姨 其实 阿眠一直把我当妹妹 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走进她的心里 而且 这次我回来 这次我回来 我觉得她还是那样 她是不是又有喜欢的人了 不会的 怎么可能呢 你放心 姐白 阿姨可以给你保证 我们同家的儿媳妇 只能是你 训练 我找到国寨子了 所以omits 有没有给我 好不好 下ussia 我来就想跟您说清楚 我跟周遥已经分手了 您不用叫我生了浪费时间 你害他让同事陷入这么大的危机 你觉得你还能蒙混过关吗 如果这么说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 我不介意 你也不用揣着明白装满 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 他认定的事情 从来就没有那么容易放手 只是我没有时间 等他慢慢明白之后再放弃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你应该去找他 当妈的有义务帮孩子理清障碍 只有你从他的生活中消失 从此不再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 他才会死心 当然 我会补偿你的 只要你愿意离开 无论你去哪里 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安排好 你应该相信 我是有能力 让你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吧 我劝你 我劝你 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这对你来说 是一笔收益非常不错的买卖 凭良心讲 我开出的条件 总该比让你做伪正好 也一定比那些利用你的人 给得多吧 也许感情在你的世界里面 不过是比生意可以任意 有你自由买卖 可这是我的感情 你没有权力插手 请你尊重我 想当年欧妃跟你一样 清高 有骨气 可是最后呢 不还是拿着我的钱走了吗 只是 她太不聪明了 毁了容 她才明白 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 李女士 您这是威胁 意外而已 生活中总会有意外的 难道你就为了要让别人 按照你的安排方式去生活 你不惜毁了她吗 你别道貌岸然地批评我 你还不如欧妃呢 欧妃在火中烧伤 眼看着卓瑶为了救她 差点上命 她出了医院 就主动跑来找我 安排她离开了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她不想让卓瑶 再次为她受伤 至少她还是爱卓瑶 可是你呢 除了麻烦 你给卓瑶的还能有什么 那您呢 您真的爱卓瑶吗 您知道她心里的痛吗 她一直因为父亲过世的事情 不能原谅自己 心里再孤单都要撑着同事 可是您呢 她只不过是想要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而已 您不觉得您的爱太自私了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缠着卓瑶是为什么 说我自私 你最没有资格 那个家庭放开的 你最密 Ward 尽快 我们的专行 י梦 你都为了 全部要扫着 你有什么 你吃 来了 来了 是佛伯伯干的 佛伯伯公司不出事了 我知道是佛伯伯干的 那我来过去啊 你说清楚一点 我跟你说 佛伯伯找了佛伯伯公司的经理 理应外合 弄出了那批有问题的钢材 难怪他妈那样说我 主要总什么都瞒着我 而且现在佛伯伯在市面上 打压刚才的价格 把佛伯伯的客户都给奖走了 而袁正明说 佛伯伯刚刚签了合同 面临巨额赔偿 现在没有资金链了 这样撑不了多久啊 一旦资金链断了怎么办 就是说呀 资金链断了可怎么办呀 我有办法了 你有办法 你干什么呀 这个加上我 可以让冯伯伯进监狱了 阮曼君 你疯了吗 你还想为了佟伯伯 再把自己搭进去啊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可是你不能再为了一个男人 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不管怎么样 也是因为我 我不能看着他不管了嘛 对不对 曼君 你清醒一点 就算你把这些资料都交过去了 你也顶多为他争取一点时间 但是那点时间对于佟伯伯来说 根本就没用 只要他可以还佟伯伯伯 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他 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等一下 给我 不能给他 冯伯伯那个王八蛋 可能根本就不讲信用 这个先给你 把这个给他看 你跟他谈妥了之后 这些我再给他 小姐 不能进 冯总 我他 我签你有来找我约会 你先出去吧 是 同事刚才的事情是你做的吗 同事刚才的事情是你做的吗 你有什么证据吗 你不是自己讲出证据吗 对了 有时候证据也会害死人的 只要你主动澄清 还同事清白 我会尽量劝说佟周遥 不知就你的责任 阮曼君 你糊涂了吧 你看清楚你在跟谁说话 我实话告诉你 我就是看不惯那姓童的 一副顽固子弟的模样 她凭什么跟我争女人 凭她是个富家公子哥 凭他们家的老底 告诉你 我的女人 不管我要还是不要 她都没有资格来跟我争 我会让的事情 我替她向你道歉 你是来求我的吗 你是来求我的 我求你 曼君 我冯伯文再不行 也不会让我的女人 为了我向别的男人求情 现在后悔了 还算来得及 求我 好好求 那我求你是吧 你看看你清楚 千万没有用 这真理想我 佟卓瑶要有任何事情 我不会让你卸完辈子好 你疯了吧 是啊 我师父 佟卓瑶 至少佟卓瑶不会利用对她的爱 也不会拿我做刀剑牌 你在哪儿找到的 你忘了 是你给我的 你应该知道 我会把她送去的 你在威胁我 任文娟 你搞清楚 如果我因为这个坐牢了 谁也好不了 如果你想遇事俱焚的话 我陪你 事情会有真相大白那一天的 我们走着交 彤总 把她交给警察吧 彤总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知道是我的错 那我也是不得已 冯博文就是我拿回扣的事不放 让卓远的张经理 证明我拿了十五个点 让我贪污区而公管 拿回扣你对了是吗 你觉得这是理由吗 彤总 我在同事这么多年 从来就没犯过这样的错误 要不是我母亲重病急去住院 我也不会拿这一个点的货 我也没想到 这个结果会是这个样子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给公司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你现在还差多少 彤总 我们不报案 不调查 没办法出公告 没办法跟外界解释 从现在开始 你母亲的病 公司来出现治 直到治好为止 但是我给你三点时间 你却安排好所有的一些事情 自己主动去自首 这样可以减轻刑犯 出来之后好好照顾你母亲 谢谢彤总 我一定把我知道的彤彤坦白 我会让冯伯文受到惩罚 你出来之后啊 要好好做人 是 去吧 彤总 很多事情不是只有对和错 如果今天在这里 你换成是你和我 我们一样没得选 彤总 彤少爷 出事了 阮曼君拿着票局和电脑去报案了 跟我来 无论 不要 元君 我起过来 那就点空在这边 你把东西给我 元君 晚君 可以这么直吗 事情 feeling to go 你挑选就你们 帮你把这些男的ела 吃点 来 有点满�不 去uş 走 门俊 你想清楚 你要真这么做 我这辈子就挖你了 我保证你这辈子 再也不会有机会 在这里跑步 我知道 这不是你想要的证据 可至少可以帮你争取一点时间 就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有什么 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 彭博安会坐牢 到时候再也没有人故意低价竞争 公司危机又解除了 你知道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对不起 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么多 周梅俊你在干吗 你还是要毁了你自己吧 冯博安说过会与世俱藩 我等着跟他一起换付出一个清白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用不着你管 我们先分手了 有门俊 对不起 不着急 那是你 对不起 谢谢大家